芒果TV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兴旭 在东宫中实验李承鄞 其实我在看就是接了这个戏的时候 然后看的这个小说 反复看了很多遍 其实我看到最后的时候真的懂不懂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性格就是最后那个 叫什么暖蒙弟弟 对 然后李承鄞有点像 罢什么 罢总是吧 对 中间还有一个什么 我刚才没听见 我喜欢这个可以堂试一下 对 我很喜欢 还有金城武 那是我小一点的时候的偶像 对 我看到过 我真的觉得还挺像 对 就那场戏就是那个 没法反驳 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很像 我怎么反驳 也不是全都像吧 只是这一个截图像吧 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我觉得 我特别开心能看到 大家对李承鄞这个角色的喜欢 东宫女孩们也在跟着这个角色成长 我特别开心 敢啊 呃 我是 我没有最 我没有天 我从来没有添加购物车的习惯 但是我都是直接买 我都是直接买 我都是直接买 我都不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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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都不错 我觉得他很像我 最美不过夕阳火 闻起有从容 无滤镜全制摄像头 景光不错 不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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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罚吧 你罚吧罚吧说罚什么 不敢不敢不敢 一毛一样对不对 哈哈哈哈 看看一下啊我就 记住刚才的那个状态啊 底下配文字一定是 你看结局了吗 哈哈哈 你看结局了吗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傻 好尴尬 哈哈哈 我本来想结合一下 但是呢就是 他的那个我特别喜欢 小阮营那个小风在系里面的那个那个造型 就是大一点的头发 对 然后他的红纱也好看 但是呢就是眼睛没画好 因为我本来想把他眼睛画得特别大 那画完以后呢 好发现我就是公布不行 我就是公布不行 好看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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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好看的